肾脏肿是这样 肾脏肿我们见过很多这种病人 它是这样 如果是单发的肾脏肿 它一般对肾脏的功能影响是比较小的 我们认为大部分的单发肾脏肿的患者 不会影响到肾脏的功能 但是你要经常的去复查 在发现肾脏肿的同时 发现又伴有其他的症状 比方说这种尿里边有异常 尿里边有蛋白有嵌血 或者说你这个肾脏查的力污率太低 小于60毫升每分钟 或者说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 这种血尿的情况 那么你就得注意 这个也要认真去查一查 做精确的这种诊断 然后接受精准的治疗 然后它能有好的效果 如果说你什么症状都没有 查了以后都完全正常 也没有 也一直这个体移也非常稳定 那你就一直观察它 看它这个囊种的变化